大家好 欢迎来到苹果妹 就在下一次iOS的更新教学之后 可以发现iPhone桌面越来越个人化了 可以新增不同大小的Widget 让桌面看起来更活泼 不像之前只有App的图示 虽然目前支援的App还不多 不过相信未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很有趣的Widget出现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利用Widget 让你的桌面更上一层 也就是完全个人化你的桌面摆饰 大大提升桌面的质感 不管今天是想要摆毛小孩的照片 或者是想要完全走黑暗风格的路线 这一次iOS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开始之前不要忘记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一点小小鼓励是我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你要将你的iPhone更新到iOS14 就是要设定一般软体更新这边 然后在更新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连接到WiFi跟电源才会进行下载 更新完之后 你就可以想一下你想要做怎样的主题 像我自己是一个小文青的温柔风格 它是比较偏暖色跟粉色系的 那我这边也准备一些推特上面示范给大家作为参考 像是蝙蝠虾这种黑色风格 你可以直接用颜色来做App分类 你就不用另外做App的图示 那另外还有一些iOS的拟增风格跟一些很可爱的主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决定下你的主题之后 你可以开始上网找你的背景跟图片 或者是手机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内建的小图示可以用 那至于我桌面上面的图片 我都会把链接在说明栏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下载 接着我们需要两个App 来让你的Widget跟App个人化 第一个是捷径 这个在iPhone里面原本就有了 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的是Widgetsmith 它是一个免费的App 可以在App Store下载它可以客制化你的Widget外观 不管是颜色字体或者是放图片都可以用这个App来增加 工具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来清理一下桌面 看哪些App你想要留下或者是换封面 那不要的就长按空白处进到编辑主画面 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们移到App资料库 或者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直接隐藏整个页面 就是长按空白处进到编辑主画面的页面之后 点一下下方的点点 然后把不要的页面取消打勾就可以咯 这样就不用一个一个隐藏App了 整理完桌面之后呢 我们先来换一下背景图片 先到设定 然后选背景图片 接着选新的背景图片 然后看你的主画面要不要跟锁定画面 一样同一个图片 那这样就设定好背景图片咯 再来我们要来制作你个人化的Widget 打开你刚才下载好的Widgetsmith 里面会有小中大尺寸不同的Widget 新增一个之后进去做编辑 那我们这边先示范一个普通的小Widget 这边可以选择不同的功能 像是时钟、日期或待办事项等等的 那我们先来新增一个装饰性的相片 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他们有办法在App里面裁切相片 所以你要先在相簿里面事先裁切好 完成之后按锁存 接着我们到桌面进入编辑画面 按左上角的加号 找到下面的Widgetsmith 然后选加入小工具 接着点一下它进入编辑 选你刚才新增的那个Widget 这样就成功了哦 那Widgetsmith除了装饰性的相片之外 它还可以新增代办事项 我们回到Widgetsmith 这次呢我们来新增一个中等大小的Widget 点一下它然后进入编辑 在时钟下面往下拉就可以找到Reminder 下面你就可以编辑它的字体啊 背景颜色等等的 颜色的话它提供蛮多选择的 而且我觉得都蛮可爱的 那我原本以为这边几%几%的它是透明度 但其实它只是灰色的深浅变化而已 那选完之后按锁存 那我们回到桌面 进入编辑模式 按左上角的加号 那我们找到Widgetsmith 这一次呢往左滑我们选中Size的Widget 选加入小工具 接着点一下它我们进入编辑 然后选你刚才新增的那个代办事项 这样就完成咯 Widget制作好之后呢 我们来替换App的封面 首先呢我们来到捷径 按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在下方的搜寻栏打 打开App 点击加入之后呢 在这边选择你想要的App 那我就选Instagram 按右上角的点点 选加入主画面 左边的图示呢 你就可以换成你想要的照片 那右边就是输入App的名称 输完之后呢 它就会跑到你的桌面咯 这没有错哦 每个App如果要换封面的话 就要制作一个捷径 那如果想要偷懒一点的话 就可以像我一样 制作一个资料夹 把它们全部都放进去 那除了用图片做App封面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手机内建的一些图示 来制作App封面 在刚才编辑捷径的画面呢 按右上角的点点 这也是直接选名称旁边的图示 那这边就可以直接更改颜色跟图案 它内建的图形还蛮多的 但是颜色就比较少 设定好之后呢 按完成 之后再加入主画面 输入你App的名称按加入 这样你就可以制作一系列颜色 一样的App图示咯 这边呢 我还要教大家一个进阶方法 可以完全个人化你的App封面 包含背景啊 还有logo都有 那这个就要下载一个免费软体 叫Canva 下载完Canva之后呢 把它打开 然后选择Instagram贴文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正方形的形状 点空白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择 你想要的颜色或者是说你想要用背景图片 我们这边先用一张图片来做示范 背景图片或者颜色选好之后呢 按右下角的加号 加号里面就 你就可以选择 你想要的logo 或者是你想要什么图案 那我们这边就选 形状 然后我们打Instagram Instagram它就有一个图示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白色的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白色的 这样子其实它的图案跟背景有点太大落差 所以我们可以新增一个图案 让它跟背景有点区隔 那我们这边就选 右下角的加号 然后新增一个形状 那形状就随便一个 然后我们要来改变它的颜色 然后我们让它暗一点 然后放大 然后我们让它暗一点 接着呢我们选右上角的点点 点点之后呢把它往下移 这样子的话Instagram的图案下面就有一个背景这样子 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项目里面 接着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进到捷径 然后新增一个捷径 那一样选择打开APP 然后在这个APP的部分 你就选择Instagram 接着选右上角的点点 然后我们来选一下加入主画面 这边就可以新增你刚才已经做好的那个icon 然后这边打Instagram 这样就可以加入主画面咯 我们来看一下主画面上面出现的图示 就是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完全个人画你APP图示了 是不是非常好用 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每一次打开那个APP 它都会先进到解晶再打开那个APP 所以就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 那解晶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还蛮好玩的 大家可以慢慢的玩玩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美美的iPhone桌面可以使用 接下来这个频道也会固定更新 苹果产品相关的小技巧以及新闻 像是接下来的发表会以及iPhone12开箱 我也会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一个赞一个订阅 都是我制作影片最大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